舉報印領,撫養狼妙 舉報就是規行舉報 引領,不是帶你來,引領向上 嶺,不是我們這條山嶺,是頸 是,鍾正玛姐告訴你,你步行的姿勢 你要有你的步伐,你的身體要直,你的頸要挺起來 不是,整隻窩都扔進去,身體失敗 不是,要你規行舉報之餘,還要走出來,有你的威儀 在這裡,狼手闊步,撫養狼妙,譬如,虎呢,就是撤低頭 養呢,就是狂高頭,即是同樣都是那句 對,虎人舉報,走起來,你要 昂首挺空,好像是軍操,等於,狼妙 當作久代的朝廷,即是,好像你要上朝,辦公 好,在這裏就說出外形的問題,四句話。 說了我們所謂的衣食處行人的威脅。 威脅不是很威脅的威脅,應有的熱狀態。 不然我們很多時候見一些嚴守去檢驗軍隊的時候, 整排軍隊伍衝得很靜,給納徵。 手看著那一刻。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那些國家領袖,檢驗那一方的大官, 一路會不會錯。 當然停下來一會兒, 就找個東西撕掉他的領, 的因的那些東西。 那是否那個人穿得不好呢? 根本那個人穿得輕又好, 但他要做這件事出來。 你去留意一下, 黨有幾條軍隊, 很多時候出現了。 你去留意一下。